妈,我回来了 桃子,下班了 你看,今天回来了想吃什么饭呀 妈,我吃什么都行,要不我去做吧 你看看,你上班这么辛苦 怎么能让你做饭呀 妈,我辛苦什么呀,没事的 倒是你在家还要做家务 还要帮我照顾孩子,你受累了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是我们家对不起你 妈,别再说这种话了 桃子,你看 这墙子,也走了三年 你在这个家,任劳任怨 守着我们,这不心里啊 都明白,你看 你个年轻,有口的路啊,还长着呢 妈,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是不是想赶我走啊 我不是赶紧走 你要去寻找你自己的幸福 你不能一直守这个家吧 妈,你说什么呢 这也是我的家,我不会走的 桃子,听妈一句劝 又合适的,赶紧找吧 你啊,别有什么压力 你没过得好,妈也放心 妈,这种话以后别再说了 我是不会改嫁的 我放不下你和小宝 这小宝,有我照顾着呢 你结婚以后,想我们了 可以回来看看我们呀 不行妈,这小宝还小 你年龄又大了,怎么照顾他呀 我也不放心呀 妈,以后这种话就别再说了 我是不会再找他 桃子,你说什么呢 行了妈,别再说这话了 如果以后再提这事,我就生气了 行,妈以后再也不说了 我们家能娶到你这么好的儿媳妇 使我们家的福气 你放心,以后啊,你就是我的亲闺女 这就对了 妈,你放心 我也会把你当成亲妈照顾的 行,你在这休息 妈去做饭去 妈,要不我去吧 你再来休息吧 妈去,你再等一会儿啊 那行 强子,你放心吧 虽然你不在了 我会好好守住这个家的 怎么回事 怎么又收到一笔钱 妈,妈 桃子,怎么了 妈,我又收到一笔钱 又收到一笔钱 谁打的 这汇款人还是强子 这不可能啊 这强子走了三年 怎么会给你打钱啊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几个月了都是这样 每个月都给我汇一笔钱 是五千块钱 这汇款人的名字都是强子 这不可能啊 对了,桃子 是不是别人打错了呀 应该不是 如果打错的话 别人会找我的呀 说的也是 这怎么回事 不会是 行了妈 咱们啊 也别瞎想了 等我抽时间了 去银行查一查 别抽时间了 咱们现在就去吧 比你这么一说 我花长时间 没钱强子了 我也想我儿子了 桃子 你陪我去墙子坟上看看吧 然后咱们再去银行查 那行吗 正好啊 我也想墙子了 想去看看他 那行 咱们去吧 走 大帅 桃生妹 姐 阿姨 大帅 你怎么在这啊 姐 我下班 路过这里 你瞎说什么呀 你上班的地方 又不在这 怎么可能路过这呀 哦 我有个朋友啊 他住在这附近 他想请我吃饭 所以我就来了 那你朋友请你吃饭 你看到我们两个 你跑什么呀 有吗 没有吧 怎么没有啊 刚才 看见我们啊 掉头就跑 姐 这个事啊 就别说了 阿姨 这你们两个去干什么呀 我们两个 去你姐夫肥上看看 哦 那你们去吧 我还有事 我就先走了 等一啊 怎么了姐 大帅 你刚才来的方向 是不是 你姐夫肥的方向 是啊 你是不是去看你姐夫了 是啊 我这好久啊 没来看我姐夫了 我想他了 所以来看看他 那你为什么要撒谎呀 还说去你朋友家 姐 我这不是担心 我看我姐夫啊 没叫你们 到时候啊 你们又该说我了 这事儿 我说你干什么呀 那行 既然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 等一下大帅 又怎么了 我有件事想问问你 什么事啊 你是不是给我转钱了 姐 你胡说什么呀 我给你转什么钱 不是你 那位是谁啊 这每个月 你姐夫啊 都会给我转钱 难道还真是他呀 姐 你管这么多干什么呀 这别人给你转钱 你就花呗 不行 那来历不明的钱啊 我也不能花 我花了不踏实 什么来历不明啊 那就是我辛辛苦 你看你 说实话了吧 就是你给我转的 大帅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阿姨 姐 既然 被你们知道了 我就实话跟你说吧 那钱 确实是我转的 大帅 你转钱 就转钱 为什么要以 你姐夫的名义啊 姐 如果 我直接给你钱的话 你肯定不要 所以啊 我才想到这个办法 以我姐夫的名义 把钱转给你 我是为了报答他呀 报答他 怎么回事啊 姐 你也知道 这我上大学的时候啊 咱们家调节差 这咱爸妈 也没有能力啊 供我上大学 是我姐夫 听到这个事之后 他一天啊 打了两份工 然后 他把赚上的钱啊 都给我 我才能上这个大学 也不是姐夫啊 给我钱 我也不能上这个大学 我也不会有 现在的工作 大帅 那你姐夫帮你 也是应该的 姐 我知道 可是 要不是我姐夫 为了帮我上大学 他也不会一天 打两份工 他要不是一天 打两份工的话 他也不会出现意外 他这么年轻啊 就去世了 这说来说去啊 都是因为我 我这心里啊 一直内疚 大帅 这不能怪你 要怪 怪你姐夫的命不好 阿姨 你别这样说 这都是因为我 这些年啊 我一直活在内疚中 现在 我也有本事了 也有出息了 我就想到这个办法 来报答我姐 行了大帅 别内疚了 谁也不想这个样子 如果让你姐夫知道了 他也不会心安呢 是啊 大帅 你看 年轻结婚了 挣个钱 也不容易 你可以把这个钱存起来 等以后啊 再找个媳妇 好好过日子 阿姨 这我结婚的事 不着急 你看你们家 也过得不是很好 这我姐啊 每天还要出去工作 这还有孩子呢 我想着 能帮一点 就是一点 行啊 大帅 我们啊 过得挺好的 你别担心了 这个钱 别再转了 不行 姐 这我姐夫啊 对我对不好 我得不老他 怎么 连我的话都不听了 傻孩子 咱们啊 都是一家人 你就听你姐的话吧 那行 姐 我听你的 这个钱啊 以后啊 我就不赚给你了 我都存起来 这就对了吗 姐 你先别高兴的太早 不过 我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啊 那就是啊 我要上上学 一直到大学毕业 这所有的学费啊 都由我来出 那怎么能行呢 不用你出 我能养得起 姐 这个条件 你要是不答应的话 以后啊 我就一直给你赚钱 你 姐 你就听我的吧 给我一次啊 弥补的机会 我真的 想报答你们 行了 头子 既然大帅 都这样说了 你就依着他吧 以后啊 你也不那么累了 是啊 姐 你就听阿姨的吧 我也知道 你一个人挣钱啊 也不容易 现在弟弟啊 有能力了 我想替你分担一点 你就答应我吧 那行吧 既然你都这样说了 我答应你 这就对了 姐 以后你家里啊 有什么事 你别忘了给我打电话 行 我知道了 既然咱们都碰见了 一起啊 去看看你姐夫吧 行 咱们走吧 走